厭屍厭穿你要讓對方參與啊 不能沒有辦法上後啦 因為他知道麻煩到啊 每一個人都是管碧琳 意識期待舉高高喔 然後拜託欸 因為他看到XXX 這有什麼事啊 白小姐高雄失照 你聽我講完嘛 不要緊張啊 你操作成是獨派的英雄 然後抗中保台戰將 對啦 不知道你知道幹嘛啊 綠營的人都看不下去啊 搞得過人家嗎 管碧琳意識形態舉高高 你把他拜託 因為他看到那個船就說 欸這個不行啊 這也出事啊 就是這樣 你看其實管碧琳他到昨天 答詢的時候 他還在講說 偵辦程序有檢察官全盤都掌握了 任何一方對於案情的說明 都是片面之詞 談判沒有破裂 雙方繼續協商 可是雙方合議協商結論出爐前 任何一方都不對外透露內容 我這個是協議沒有錯 我事實上沒有講啊 大陸大陸代表人要講話 但是話風一轉 就說 此事件呢 政治意涵高 國際也都相當關注 那但是前天有一艘海監船 進入到我們在禁止水域 四艘在限制水域 那你看媒體也分析說 這是中國把釣魚台模式 放到驚嚇海域 中國這樣子對家屬並不公平 人的關懷以家屬為主 希望死者安息 你談判過程就應該要回到 個案跟家屬人道討論 講了很多人道討論 裡面自己還講 不要政治操作 但就沒一句抱歉 好啦因為 他事實上就是要上鋼城 他是 代表台灣跟 對大陸捍衛主權的英雄啦 坦白講甚至有人從這裡連結到說 他想選高雄市長 我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去想一想 陳其邁2026不能選 你聽我講完嘛 哎呀你不要緊張啊 因為他就是只有聽到同溫層的聲音 所以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 陳其邁不能選了嘛 那趙天靈出事嘛 嗯 那上次他是民調第三嘛 所以有人就說 他是不是想借這件事 把自己操作成是獨派的英雄 然後抗中保台戰將 對啦 不然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搞這種東西 現在連那個很多綠營的人都看不下去啊 哎你沒有看到那個海警船比你大很多嗎 你搞得過人家嗎 你要捍衛領土主權我講白了 領土主權最後是軍事力量決定的啦 你捍衛 你捍衛給我看嘛 那請你跟王定宇 到金門嘛 坐上海巡船 去護渝嘛 他到現在還沒有飛去金門耶 嗯 不是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東西啊 你講硬話有什麼用 因為我昨天就看阿關的節目 那綠營的代表 講的話就是完全這一套 說對方非法越界啊 我為什麼不能執法 那事情真相還沒有大白之前 我當然支持台灣的海巡署啊 就這樣啊 那我就說 啊你事情處理到這樣破綻百出啊 而且你看喔他上面就等於他對外也沒搞好 現在海巡基層要爆炸了你知道嗎 不是啊因為看起來要被人家 記憑啊 對啊他記憑了 是啊你去想一想 如果是業務過失殺人是誰要被判 對 業務過失殺人至少一年以上 你知道嗎 對沒有對然後五年以下 五年以下啊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啊 我搞了半天我還去坐牢啊 請問是指揮中心叫我扣船的 我跟你講啊 連扣船的SOP都有問題 昨天立將軍跟我講 因為他是軍人 他說扣船嘛大概 要嘛就你的船比對方大蠻多的 那你一艘 因為船就是看盾位嘛 你比他大啊 速度也比人家快 你就很容易扣船 那如果你跟人家差不多大 你要有兩艘啊 要二對一啊 不然你怎麼可能扣到船 所以他說只有一種可能性 你威脅要開槍啊 不然對方要為什麼要停 你懂我意思 因為你後來去看那個CP停 是不是跟漁船 size差不多耶 你憑什麼叫他停下來 你如果不是手上有武力啊 你憑什麼叫他停下來 他不一定要甩你啊 對不對 除非你的船比他大很多嘛 他會怕嘛 要不然就是你二對一嘛 所以 連這個執法的過程 都讓人家覺得很怪嘛 那後來人家又去查編制 說編制130個 對我這個一定要特別念一下 這個真的好 上次其實亮哥在這邊 也已經帶過這幾個數字了 可是我覺得 還是有必要讓大家了解 金門的海巡 跟我們想像中 真的就是很蠻可憐的啦 呃他們的對海巡 金門海巡隊的內外勤人員 全部加起來也只有130 然後這個艦艇數不到20艘 佔全台的海巡配置比例不到一成 然後呢主力的巡防的CP 快點就你剛剛講的 沒有配置影像記錄器 然後密錄器其實也是少到很可憐 整個金馬棚分數 只有大約200台的密錄器 這個也是很可笑 因為後來他們查到原因啊 說2022年1月之後 行政院下個通令 這支通器才不能用大陸貨 不能Made in China 好OK 那你海巡單位不知道你的密錄器不能用 趕快不去補買啊 你為什麼不去補買給人家咧 事實上錢也不大 後來行政院第二預備金三千多萬 這錢也不大啊 那你管閉靈不是說你愛台灣海巡史書嗎 你是2023年1月就上任啊 你上任至今一年多 為什麼沒有幫人家補買密錄器 對 都說不通嘛 真的不要把錯全部退到基層 下SOP下指令的定指令的人是誰 我看現在管閉靈上下斷尾呢 斷頭斷尾 這次整個作業過程 有一個環節不見了 因為這四個執法人員 不可能自己去判斷要驅逐或查扣 他這個是有時間在去跟什麼 有指揮中心 可以 不是 他會確認 指揮中心看得到航基圖嘛 讓他不斷在跟他通聯嘛 這個都是錄音錄影的 就像塔台一樣嘛 對對對 所以他就是根據航基圖跟他船在那邊動 對不對 然後 他又不斷的回報當場的狀況 那指揮中心當場要下令扣傳 就是這樣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指揮中心不見了 那那個指揮中心的對話內容完全沒有啊 完全錄音的 然後 那個是一定有 一定有 因為他們已經公布了通聯紀錄 還是什麼樣 當天沒有人可以跟指揮 不可能對不對 那個都是自動的啦 塔台紀錄 怎麼可能自己按鍵呢 我意思是說當天會不會根本 大家都在忙 沒有時間有人跟塔台 不是塔台 跟這個指揮中心來 進行回報 不可能啊 一定有一個人是配置在做這個工作 而且他是做決策的啦 不可能這四個人決定扣傳啦 對 因為他就是執行任務嘛 所以我追一個事情 要看他程度多嚴重 那決定扣傳 或決定是驅離 一定是這樣吧 那那個指揮中心沒有人出來講話 那 而且指揮中心我們還買的那個 花了4億8千萬 是不是 我們花了 建構這個 這個岸邊的整個 新一代的海岸的監測系統 所以你就看得到他的整個軌跡什麼的這種 連平板船都有軌跡 平板船 所以我跟你講什麼 三無船舟 對還是鎖定三無而來的 一樣都拍得到 他留下的是雷達軌跡啦 所以那個動線全部都錄下來 然後 那個現場動態的聲音 全部都錄下來 他們聽得到 當然聽得到啊 因為 不然他怎麼決定 決策 他要告知知行 那這個錄音檔呢 沒有人提到過耶 有啦 我跟你講 現在就有人 昨天管碧琳被包圍嘛 我看他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 一副已經知道自己碰到極大的困境 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那個航基圖 你怎麼不公開啊 這航基圖這個我知道啊 對 航基圖是最基本 那管碧琳他保證 說我們會把完整的航基圖都交給檢方 那事實上還有一個資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指揮中心跟那個CP船之間的通聯紀錄 包含下指令啊過程啊什麼都是有權 一定有錄音的 不然你如何 如何 就責 是誰下的令嘛 這個就跟您剛剛講那個飛機的塔台一樣 塔台那個就是要留下記錄的 到時候要去對黑盒子嘛 你才知道整個空難的過程嘛 那都是自動錄音的啦 那個都是最基本的嘛 所以你塔台有航基圖 然後整個錄音檔 還有通聯的次數都可以算出來啊 你們之間總共聯絡了多久 所以後來為什麼徐曉星 那個崔少仁給他報那個料 海警署沒有辦法否認嘛 因為你不可能去偽造通聯啊 所以那個時間他們是按分算的 你明明就是12點10分 你給他講12點45 嗯 對不 所以就拍空嘛 所以表示你追逐了35分鐘耶 是什麼樣的船你要追逐35分鐘啊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這塊是空白的耶 空白啊 空白啊 那35分鐘我跟你講啊 不可能沒有錄音啊 哇這樣我會超生氣的耶 他不可能沒有錄音嘛 因為他一定是在追逐過程 然後傳 海巡的執法人員一定越來越火大 因為他扣不到嘛 對 那可能會講 恫嚇的語言嘛 對 不然對方為什麼後來 他不是說他有熄火 沒有怕是怕是開槍嘛 當然嘛 嗯 可是傳熄火因為 是在追逐中 所以他熄火傳還在動 對 那你就追上去就撞到了嘛 我覺得最可能的真相就是這樣 因為熄火他速度會減慢 可是他還在動 啊你就追上了嘛 你懂我意思 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這是最可能的真相 啊可是那個過程那35分鐘 那是有錄音帶的 嗯 你公布了你就知道 你是怎麼去恫嚇對方的 那你是怎麼決定下令 對 搞不好中間一大堆出話啊 我覺得這可能性是 非常的高啦 非常的高啦 嗯 你知道吧 這個坦白講啦 我們 我們也不是沒有看過 行貞的東西啦 就是 警察在追 嫌犯嘛 那結果那個嫌犯 就一直 一直一直跑嘛 不讓你追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可能就會在調動 周邊的警察啊 對不對 要來圍捕啊等等 那個都是有錄音紀錄的啦 嗯 可是這個整個決策過程 譬如說要怎麼去操作後面這些 都是管閉靈自己嗎 是 我認為一定是國安會 因為我講白了啊 鬧出人命啊 一定要上報到陸委會 那陸委會一定會報告到國安會 所以我認為是國安會 下的決策 而且我認為賴清德也在場 因為國安 國安會只要召開會議 副總統一定在場 尤其他已經當選了 所以蔡英文一定會把他叫到 現場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是知道 參與決策 他一定在場啦 他有沒有參與 什麼叫參與嘛 你在場嘛 你可以發言的 而且我相信以賴清德 以蔡英文那個老狐狸啊 他 大家討論完了 他還會特別問賴清德 對 我有那個畫面 你懂我的意思 說我們這個總統當選人啊 你覺得這樣可不可以 你怎麼看啊 他就是會這樣嘛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至少 賴清德事實上 賴清德事實上第一時間 講的那三點發言啊 他說說要妥善處理嘛 他絕不再犯 這 他就講的中規中矩啊 那可是問題是 第一線的執法啊 那不是你的兵嘛 所以你沒有辦法遙控嘛 就這樣 但管碧琳也是一個 不受控的因子啊 我同意啊 嗯 事實上他後來就被人家叫 shut up 對 所以臉書刪了嘛 不是嗎 不然他一路還要往上衝啊 我要再忍耐一下 我跟你講他那個往上衝 本來就是要擺明的是 台灣對抗中國 我 你剛剛講原本講操作自權嗎 本來就是嘛 而且是要操作成 我是英雄嘛 他絕對有這種動機啦 不然怎麼會把這種事情 搞到這個程度呢 對不對 2026就要選高雄市長了嘛 好令人生氣喔 所以我的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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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